HELLO 各位朋友、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我來這裏是一個新發展項目 屬於 Stockport 外圍的一個小鎮 這裏就是 Microsville SK10 我們客人想買這類物業 其實它又屬於一些郊區的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發展商那裏 跟它談談和安排預訂有關的物業 現在我進入一個showroom 先介紹一下 因為它買的物業其實是正在建的 所以就沒得進去看 但起碼看了showroom 知道間隔怎樣擺位 起碼有個概念 我現在開始進來看了 一進來就有一個showroom 那showroom有一樣不太好 很多新盤普遍都是這樣 新盤也是 它是只有一隻門 一隻門 好處就是 省地方 是不是? 有兩隻門 怎樣都要空間 但英國冬天凍 尤其是有風 真的有兩隻門好些 尤其是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如果你養貓 真的有兩隻門 我家裡就是了 一開門 那隻貓馬上想衝出去 如果只有一隻門 它就一刻衝出去 兩隻門的話 就衝到一隻門 衝不到另一隻門 是不是? 有開玩笑 其實對保溫 還有防止凍風出入屋 兩隻門是好用很多的 那這裏就是一個lounge 客廳 客廳都闊落 讓大家看看整個空間感 客廳現在鋪了地毯 如果自住 其實鋪地毯也是一個 挺好選擇 因為暖一些 還有隔聲 起碼聲音反射也少一些 整體也舒服的 如果是鋪地毯的話 但如果出租物業 就真的不要建議 我不建議鋪地毯 鋪地毯 鋪地毯清潔是一個麻煩 損耗亦都會容易 而且英國來說 英國本地人 很多人真的 穿著去街鞋 塗下地毯 先不要評論 別人的習慣好不好 但這個真的是別人的習慣 所以這個大家要留意 這個lounge的尺寸都很好 其實很夠用 它已經放了一張大梳化 其實都不需要這麼大 除非有很多朋友 這個還可以區分一個空間 可能整個電腦桌 給私朋友 在這上網 上網 溫習 聽好了 上睡房 你也不知道兒子在想什麼 這個就是父母的心聲 進入到這裏 進入到這裏 就是一個開放式廚房 加上一個單鏈 area 普遍新盤就是這個問題 它是有一個客廳 有一個客廳 有一個客廳 但就是少了一個飯廳 飯廳在哪裏 就是客廳跟飯廳合在一起 但是舊屋 一百幾十年舊屋 真的是分開的 我嘗試從另一個角度 再給大家看看 大家有一個空間感 幸好這個空間也是大的 其實有些廚房旁邊的單鏈 area 放了一張小的四人桌 四人桌 打麻雀 吃頓飯 人少少可以 但是如果招呼朋友來的 我覺得真的有一張六人桌 才可以 這裏可以 而且它側邊也有一個大的玻璃門 所以這個單鏈 area都光亮 再加上有一個flange door 打開兩邊的話 其實都通爽的 這間屋有一件事我很喜歡 就是它有一個叫UTT room 洗衣房 它有洗機在這裏 如果你說有些衣服等著洗的 就先放在這裏 如果大家想做一個workshop 可以在這裏轉一下 搓一下 搓一下 搓一下也行 其實挺好的 UTT room 有時有些不太等洗 看去人不好看的東西 你就放在這裏 是不是 有時候你的吸塵機 你知道在家裏 點了很多雜物 可以放在UTT room OK 這裏它有含入式的雪櫃 我喜歡這些雪櫃是很高 很高 那些儲物空間就足夠了 真的足夠一個家庭 如果不是 一些矮身的雪櫃 其實你就經常要出去補貨 因為有時在這裏住 一出去駕車買東西 一買買一帶車回來 所以大雪櫃是有幫助的 尤其是去華人超市 你駕駛九個字一個小時去的話 一買就買多一點 這裏有個Under Stair的煮物空間 有時候有些雜物、清潔用品 可以放進去 就看完了這個Kitchen 和Darnet Area的位置 那裏那些抽油煙機 煮食爐、焗爐都是全新的 那些我就不會特別看 加上這個也是叫Show Room 那我開始看樓上了 上去之前就講一講 樓梯側近有個門 這個門就是通到家裏 車房 這個有好處就是 如果你真的把車派進來的話 那就可以在這裏走入屋 尤其是你抽雨的東西 在外面下雪、下雨 你就不用風吹雨打地走入屋 如果你不把車派進來 這房間其實你作為一個自修室 也好,作為一個Workshop也好 即是Home Office的位置也好 都可以的 因為你在室內有個門過去 無形中這房間等於多一個房間 好,接著上來就是 這個Landing Area和樓梯 都是一個地毯的 房間都是用麻醬寬地毯的 上來直行就是浴室 我拍給大家看 浴室 浴室都很簡潔 不過我總是覺得它少一樣 儲物空間 你知道浴室的 有時要洗臉刷牙 化妝、剃鬚之類的 刺紙也有幾塊 你怎麼都有些東西擺 這裡連放刺紙的刺紙架都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浴室 整體又不是有什麼大問題 但問題就是沒有儲物空間 就要自己日後加上有關儲物空間 這裡有一塊大玻璃 這個不錯的 Hello,大家好 還有一件事 是missing了 是什麼? 浴簾 浴瓶 大人都勉強OK 你花散 你不要這樣浴室 那你就浴室 那你就浴室低一點 蹲著洗澡 但是你說小朋友 真的不是和你這麼近親吻的 那到時洗澡肯定 整地都濕透了一次 所以這裡真的要加上浴簾 或者浴瓶 那這裡就是總共四個房間 樓上 如果你說真的要計上車房 就是四加一 就是五個房間 這個房間就是細房 但是細房也不細 目測1.8米乘2.4米 可以放下一張單人床之餘 還有一個其餘空間 放在一個小櫃子 我來個角度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單人房 其實也不錯 第二個房間就是master bedroom 它的尺寸上下 放一張雙人床 左右落床之餘 還有一個很大的衣櫃 我在這個角度再拍給大家看 這個master bedroom 之餘 還有一個叫套間 on switch 給大家看看 全面的感覺 我多喜歡這些櫻桃木的 顏色的櫃 配上這個淺灰色 其實整間房間都很寧靜 很清潔的感覺 這個套間它是頗乾的 就不像剛才那樣浴缸 但是也是同一個問題 那個儲物空間都是不充足 一樣 你牙膏牙刷 塑膏 有幾塊尺紙 都不知怎麼擺 好幸好它有一個窗 都算光猛的 因為有些套間是黑刺形式 所以這個套間就不錯 接下來看第三個房間 第三個房間 就是一個很女仔 很公主的房間 白色配粉紅色 還有牆身就有一些淺的橫色 都很柔和 顏色配搭都很柔和 很柔和 這個是雙人床 也可以做到左右落床 房間其實都很闊落 目測有3米乘3.5米 它還有一個粒陷位就是做衣� 第四個房間 第四個房間 其實也是一個單人房 不過這個設計來講 就是作為一個 Home Office工作間 我在另一個位置再拍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也不小 勉強擺一張雙人床也可以 把這張梳化當作雙人床 拉長一點 其實勉強可以做一個雙人房 望來後花園 大家不要誤會 望來好像花園很闊 不是的 灰色那條路 其實理應有一個Fancing Wooden Fancing 因為其實它是兩個示範單位 但是後園 就是把兩個示範單位 中間的木圍欄拆了 所以感覺就好像很闊落 但實際上不要誤會 這裡是兩個後花園面積 臨出去之前跟大家講 這裡其實有個Down Stair Toilet 其實很重要的 Down Stair Toilet 有時去完街回來也好 或者在家看電視 突然想去洗手間 洗手間 都要的 是不是 不用客客走上樓上 OK 那我現在就走回來了 這裡是Michael's Field 是SK10 是屬於Storport的一個外圍的小鎮區 如果萬聖市中心來這裡 其實真的比較遠 真的比較遠 而且它的路不是那麼好走 因為它是走很多小路才來到這裡 有好處是比較寧靜 而且很近一個Pit District 即是山區 對於一些想住得休閒一點的 即是住在一些郊區一點 這個位置是一個好選擇 但你說經常都要開車去做事 這裡交通就不是那麼支持得到 一出就是Highway 到處去 但這裡距離Highway遠一點 看完了示範單位 就看看它現在已經落成了單位 這些屋就全部已經落成了 前面的一欄就是獨立屋 這些就是三房、四房的獨立屋 我最喜歡這些就是 它前面可以拍到兩部車 Driver拍兩部車 然後再置在前面馬路那部份 因為都是內街馬路的 所以再拍一部都可以 例如這一戶 這一戶已經拍了一部Mini 一部BMW 是不是很充足的泊車位 前面的再拍多一部小車也可以 雖然這部我不知道是不是屬於這個住戶 但它的意思是這個空間感 這個空間真的可以拍到四部車 三至四部車 前面還有一些起緊 但是這部發展的項目 其實它不會一次過把所有盤 一次過推出來的 它會是起點、賣點、逐點、逐點賣 現在客人的盤 其實還是一個建築地盤的階段 我現在就試一下盡量走過去看 最終一定進不去的 因為建築地盤有法例規定 不是外人、不是登記的工作人員 就不能夠進去的 Anyway 我都盡量走到最近去拍給大家看看 這間屋其實就是 整個發展項目裡面的 最後一批正在建 所以有部份是入了火的 大家看到嗎 有部份入了火 也有部份正在建 其實都買到七七八八 其實買屋來說 其實買這些是穩陣的 屋通常就很少爛尾 第二 基本上整個地盤 這麼多的起源 它現在是比較厚一批 其實膠樓就容易有保證些 還有Belway 是一些大發展商來的 也不用太擔心 好了 我們現在看看那個construction site 這裏就建得挺好 這裏呢 發展商跟我說了 這裏有少許斜水 後面的花園有些斜水 另外它外面有個街燈 發展商都交代清楚 這裏是合理的 怎麼都有機會 一條街 怎麼都有機會 有部份有街燈 OK 這間屋就是獨立屋 其實整體 我看看屋頂 做得都很好 長身磚都建得很美 我手頭上 亦都有關於一個 site plan 亦都有關於圖籍 這個圖籍 我們殷屍物業 代客人買物業 看物業 其實我們如果是新盤 我們都會看進度 是不是良好 這個進度 那個發展商 其實他都說了給我聽 大概會是三至四個月後 再交樓 我相信就沒有問題 因為最重要的結構 例如屋頂 長身 窗都做了 其實剩下的東西 都是裏面一些 fitting 所以看這個進度 就沒有問題 其餘還有些屋子正在建 我知道有部份 都仍在發售 這間是sold 是不是 就賣了 但是有些也是在賣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聯絡我們英施物業 我們再跟大家跟進一下 還有什麼單位是 available 這個發展項目 裏面有很多陸化的地方 這些陸化的地方 就是由管理處負責 所以就有一個管理費 就一年 159磅一年 就會處理這些陸化的地方 收緝 這個外圍的地方 其實就已經是去到山區的地方 也有很多陸化的地方 現在的樹都已經突破了 因為現在都叫做冬天 快到春天 那些樹葉就沒有生出來 如果生出來的話 這裡其實這個森林 其實都很漂亮 很綠化 而這個發展項目 其實就是在一個山坡 這裡 望去下面其實有山坡 所以其實不需要擔心 有些水環的問題 有水的 就向下面流走 是不是 這一陣子 就是向著這個森林 小樹林 都未至於叫森林 所以這裡是很舒服 很寧靜 智安也很好 Microsville 智安也很好 但是喜歡住郊區的人 就很喜歡住這裡 但如果你說經常駕車出去的話 這裡就不是非常方便的地方 所以來說 這裡就是視乎大家自住的 或者出租給一些 有小朋友的家庭 這些地方其實就很適合 OK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陪我過來 代客人訂購這個新的樂成物業 這個物業就是一個showroom 真的是他買的那間 因為還屬於construction site 發展商就說不方便讓我們進去 因為始終是一個地盤的地方 但是這個layout 就是正正我們的客人 將會買的layout 所以就親一個機會 跟大家介紹一下 OK 大致上就這樣 先說到這裡 記得喜歡的影片 記得要like share subscribe 按鈴鐺 一有新片大家就會知道 OK 多謝 Thank you 拜拜 我們在倫敦 曼城 利物浦 百明漢 提供全面的物業管理服務 也有幫助海外的投資者 在英國置業 如果有興趣的話 歡迎你Whatsapp 或者是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是電郵我們 去了解更多的資訊